10. 《李歐凡,我在已的時》 2015年7月18日富康世紀D.04世紀 專訪書展年度作家天吾今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得主李歐凡 接受世紀版專訪,談談自己三種身份如何構成現代文人 李歐凡的學生之一,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許智東亦接受訪問 《分享逆詩亦有的李歐凡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文天吾今年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李歐凡教授,是世界級的中國人文學者 他有三個身份,學者,文化人和業與愛好者 三個身份無論在時最上,亦或重要性上,都有先後之分 就將他的學生,現在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的許智東教授所說 李歐凡第一個的身份,一定是學者,他是一個Solid Scholar 他是哈佛的博士、教授,他是台灣的院士,他在哈佛有無數的學生 李歐凡對中國文學的影響,非同小可 在1980年代,李歐凡就在文章上說 將來有兩個作家會影響中國文學界 一個是《寫百年孤直的加西亞馬灰師》,另一個是《米蘭坤德拉》 而當時中國學術界還未認識這兩位作家 今天事後證明李歐凡沒看錯,他只認為,影響中國文學最深的三位美國華裔學者 老的是夏之稱,舊年輕的是黃德威,而中間的就是李歐凡 李歐凡能夠踏上學者之路,除了要多謝李氏父母傾盡身家共養李歐凡到外國讀書 更要多謝當年台灣的時勢,當年的台灣社會,充滿白色恐怖,所有人都不想留在這恩師 所以都想留學,者留學來移民,熟了一留就四十幾年,報美國大學之初 電影文學政治,通通都報過,李歐凡認為年輕人最應該做的,就是按自己所想,隨心所欲 我想過讀電影,因爲我想做導演,追求最完美的畫面,在年輕的時候,根本不知自己的方向 當時對我最重要的東西是愛情,去到哈佛之後,李歐凡自定的其中一個生活課程 是必須克服自己的勉腆,和揚紐約會,定居香港後一方面研究學問,另一方面是教導學生 我在一千九百七十年在中大的學生,都肯用功,不會像現在的學生一樣,永遠在想畢業之後做什麼 賺多少錢,今天的學生,就像我身邊的同學,主修化學,但正職炒股 大學四年的自由對於他,代表可以全天候監察國際股市 面對這一代的學生,七十六歲的李歐凡,認為他們仍有方法改變 學財經不是問題,但不應佔你人生的整個部分,人生應該留下空白的部分 作靈性,感情的追求,應該用這空白的部分,讀小說看電影,學生難得進入大學,應該學好學問,享受大學生活 李歐凡始終認為,賺錢,炒股票是運氣,是技術,但不是學問 1960年代取得博士學位,李歐凡在學術界已經有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學術到了一個程度,需要有其他新的東西幫助思考 第一個新鮮,是2004年提早退休,定居香港,文化人的身份也逐漸建立起來,選擇來香港定居,體現了李歐凡 人對香港,對中國的深厚感情,對於在1990年代來講教書的許子東來說,有狠心的體會,當年得到在香港教書的機會 我信民營在美國的李歐凡的意見,他的分析是,如果你想安逸就留在美國,到香港是有一定的risk,因為當年還未回歸,但如果你想對中國做一點東西,那麽就應該去香港 我認為李歐凡對我說的這番說話,也是他自己之後的選擇,來香港定居,的一種分析,放棄四十多年的美國生活,來到1970年是留下很好印象的香港 一方面是對香港的情有獨鍾,另一方面更是李歐凡對華人社會的承擔,李歐凡喜歡香港,是因為香港文化上的多元自由 但近年香港的居,也令李歐凡擔心,我近年常說,香港的文化出現了危機,隨時被上海廣州說過,最多人問李歐凡的一個問題,可能是為何不返回美國,返回台灣 我不是這筆號,是黑,覺得這朵六問,就一走了之,如果到了李歐凡離開香港的一天,那將會使香港失去文化多元的一天,取而代之的東西,可能叫一國一制 幸好,今年香港書展將年度作家攀與李歐凡,對香港文化界來說,也是一種多元的表現 許子東說,香港文學以往一直是相當合派的定義,是一種排他的歸納 對於可算可不算為香港作家的人,文學界傾向將他排除在香港文學之外 這次李歐凡獲獎,特別的地方,在於李不是香港出生,不在香港讀書,但就在定居後 寫了不少香港的評論,這是對李歐凡對香港的passion 的一種肯定 也同時拉闊了香港文學的定義,對香港文學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影響 《葉如愛好者三重身份的最後一歌》,《葉如愛好者》,說穿了其實是一個樂平人 從小就開始聽音樂的李歐凡,在芝加哥大學讀碩士時,最大的娛樂 就是每星期五乘火車到市中心,排隊買芝加哥交響樂團音樂會的學生們票 我對音樂的認識,來自於聽大量的音樂會、唱片、讀有關的資訊 李歐凡對樂譜的認識停留於初班水平,但他對音樂的認識卻沒有因而受限 有人會問:「葉如愛好者如何能夠跟文人拉上關係?」 有者想法的人實在大錯得錯 我聽音樂,是把西方文化跟音樂連結於一起,我不憎樂譜 所以我感興趣的地方不在樂譜之上 我在已的是樂章背後,作曲家的故事 就像我最近在馬勒G,馬勒第九交響曲中,聽到幾個很特別的和言 而這種和言在另一個作曲家遜白赫Conald Schoenberg的樂曲也找得到 一查之下,原來馬勒很欣賞遜遜白赫,都是1900年左右在維也納所寫 而當時的維也納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當時在維也納的畫家,都喜歡畫裸體 根性有關的畫,這是一種性的爆發,一談起音樂,李歐凡立是未非色無 連帶廣東話也變得更純正,李歐凡說,他還在繼續探究在當時的年代 地球另一邊的中國,有沒有受翻譯文學所影響,使其文化帶來轉變 有關的研究,仍在進行當中,這就是文人與業餘愛好者的關係 因為,三合一的人文學者,似乎從根本開始,就跟社會主流對HF 李歐凡認為學生應享受大學生活,多接觸文化,今天的學生及只重賺錢 李歐凡認為音樂是欣賞為主,但在功利主義下橫行之下,音樂變成一門旁身伎倆 對於這種價值矛盾,李歐凡不以為然,作為人民學者,做所有的東西的前設 就是社會沒有可能跟我的想法一樣,但我仍然要說,這是一種責任 在矛盾之中,社會往往出現有趣的回應,讓文人堅持下去 在香港,你永遠不會說它是個崇尚古典音樂的地方 但偏偏香港的報紙願意刊登我的樂評,而且我最多人讀的文章,就是我寫的樂評 在台灣,一個更有古典音樂文化的地方,有自己的音樂雜誌 但台灣的報紙卻不願意登樂評,非常有趣,看或遠望太太文人在社會的角色 不是要改變世界,而是在社會中,添加更多生活的意義 我看藝術,會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 我希望我對藝術的關心,可以擴展到對其他人的關心 李歐凡打了個比喻,就將我看畫,可以擱得一幅畫很美 當我回過頭來,望見我太太,也能夠擱得我太太很美 李歐凡的一句話,鬥得坐在旁邊的李太太當然非常開心 看到社會上最細緻的地方,是民人的獨特本領 對人,對社會的關懷,是構成人民學者的三種身份以外 另一個必須的條件,李歐凡代人的態度,許子東是有最深刻的感受 許子東跟另外三位年輕學者,王子平,劉在福和理陀 在1989年到美國作訪問學人,為他們社推薦 將來的就是李歐凡,當年我們四人的太太小孩等 一憑十多人,都是有李歐凡的幫助才能美國定居,找工作 許子東說,他小時候父親跟他說,社會有三種的人 第一種是不會幫助人,第二種是幫完人之後會記得的人 而第三種,是幫人之後會忘記的人,李歐凡是第三種人 他在幫完你之後,不會求回報,你之後跟他道謝 他也會說我們是朋友,不計較 這種代人的態度,是許子東向李歐凡學習的地方之一 十年前,李歐凡退休後落戶香港,是香港的福氣 香港書展能夠班少年度作家與李歐凡,也是香港文化界的榮幸 世紀,李歐凡開講7月18日,星期六,講座從香港探世界 文學創作和文化理論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正地點 灣仔會展會議室S224-225講者,李歐凡教授,潘國玲先生,張力軍教授7月19日,星期日,講座從世界視野 並且從數香港文化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正地點 灣仔會展會議室S224-225講者,李歐凡教授 李歐凡今年76歲的李歐凡教授,出生於河南太康園,及後移居台灣 並在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畢業後庫級美國修讀研究院 並在哈佛取德博士學位,主要研究中國文學 2004年退休後,在中文大學兼任教授,並大量讚寫有關香港的文化評論 其中著作包括《清水灣盤的一語》、《幼一城狂想曲》、《上海摩登》等 轉變 轉轉跟بي 轉轉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